就是在手購組的部分 它優選的一定是說交通便利 然後負擔不要太重 所以大概一千萬以內 相對的是比較平易入手的部分 這是我們手購組的手權的部分 那現在像小家庭的話 它可能優先可能就是以公寓為主 那因為公寓的負擔 使用坪數相較實在 負擔也不會那麼的重 那平均均價會在一千五到兩千萬左右的部分 快邀請小房加入耐群組 和親友一起找尋最適合你的房子 在我們花博商圈的部分的話有沒有 我們在俗稱我們這邊是一個叫大龍棟商圈 那大龍棟自古以來 它算是在舉人 以前在高中舉人的部分 它是非常的多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邊 出了很多地方的成功的社會人士 還有狀元跟經營的部分 那為什麼它稱之為大龍棟 那最主要是因為 在以往的時候 那它的考試 眾舉人的人口數是北台灣裡面最多的 所以自古以來有大龍棟自稱 那我們這附近的商圈裡面 包含了我們有保安宮 包含我們有孔廟 也是在一地形成了一個文化商圈 那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還有大龍夜市 那我們領近的那個花博商圈 萬品公園的花博商圈裡面 那再更方便的是 我們有我們的圓山捷運站 南來北往相當的方便 那在我們這邊的話 如果說我們上高速公路的話 我們從那個一號國道一號 南來北往 事實上速度也是非常的便利 只要開車只要一分鐘 就可以直接上高速公路 那如果說以我們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花博的範圍的話有沒有 我們從那個成德路這邊沿線 到我們重慶北路 那以南的話 我們大概就從 林祖到敦煌路的部分 這個範圍都是在我們花博商圈的位置 那像我們這邊的話 花博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圓山捷運站這邊出來的話有沒有 第一個它算是一個 台北市的交通轉運站的部分 像我們有些上班族 它是從北重基隆 南重桃園 它第一站下站的話 它可能就是在我們圓山捷運站這邊 它轉成搭捷運到市中心的部分 這是第一站的部分 那當然是說人口密集的地方 自然然然形成的 就是附近的一些商家 不論是十一住行的部分 在這邊有一個行程 那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我們這邊行程的商圈裡面 還有一個叫做大農洞商圈 大農洞商圈的話 裡面有一個叫做四十四坎的一個店家 它在早期清朝的時候 就是很多一些 就是商人往來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說現階段而言 它就是成了一個在地的一個文化特色 所以每年 比如說在我們大農洞的 那個寶生大地的一個祭典 或是說在孔廟的時候 一個祭孔祭的時候 這也都是在地的 非常有文化的一個特色的一個生活圈 大概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大概在 圓山決運站這邊的話 有沒有 我們分為大概三大類群的課程 一個是首購組 比如說這次年輕人的話 它可能會首購一間套房的話 它會選擇在我們這商圈附近 那另外一種的話是屬於換屋組 那像我們換屋組的話 它可能在社會年輕人有一個成就之後 它會選擇在第一個我剛才講的 萬坪花博公園裡面 它有一個就是非常棒的一個生活經人 那我們六日的時候 還有農產品特輯的部分 所以它也是一個換屋組的一個首權 那再來還有一個是一個新婚小家庭 相較的就是不論就是北網士林 或是南網台北車站的商圈裡面 我們在位於中間裡面的話 我們是有很多人 就是小家庭的一個首購組 它也是非常適合在我們這邊自採的部分 那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在首購組的部分 它優選的一定是說交通便利 然後負擔比較太重 所以大概一千萬以內 相對的是比較平易入手的部分 這是我們首購組的首權的部分 那像小家庭的話 它可能優先可能就是以公寓為主 那因為公寓的負擔 使用坪數相較實在 負擔也不會那麼的重 那平均均價會在一千五到兩千萬左右的部分 這是小家庭的一個搜尋的部分 那再來是換屋組 換屋組它在社會累積了一定的經歷跟地位 還有一些財富之後 它一定會把它的資產在一個相較的是一個 有潛力有發展有生活機能的地方 所以大概三千萬以上的產品 這個是我們換屋組的一個青睞的部分 那我們首購組的話 大概大概是套房的話 大概就是一房一廳一位為主的部分 那小家庭的公寓的話 大概平均都是二到三房的公寓 那換屋組的話 它大概就是電梯三房以上 訂閱好房網YouTube頻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